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 民进党立委科建明自诉前总统马英九教唆泄密等案 马无罪定验高等法院判决理由指 我国总统非区位元首上院内阁改组 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院长内阁为全面改组 蔡总统还出面为留中央部会副首长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表示 对于个案我们没有评论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则说尊重司法 高院指出我国总统非区位元首 虽社会大众与法政学者常称我国显正位双手掌势 但实际运作上行政院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即可 而中央部会首长常见由总统与行政院院长共同会商后决定 方间称行政院院长为幕僚长时不为过 高院以最近政局为例 行政院林全院长辞职后 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院长内阁为全面改组 蔡总统还出面为留中央部会副首长 因此中央部会施政如有缺失 阁源如有违法乱纪 舆论以前会怪罪马政府执政团队 现在会怪罪蔡政府执政团队 因此马英九出面了解本案有无关说行事 并同行政院院长处理 以解决政治风暴 维持政局安定 维护国家利益 和于台湾近年来政治现象 与建政体制不相违背 当目仍得了解政策